大家好,歡迎收看,我是短評 在法國的潛艇訂單被美澳等盟友背後插刀後 談了三年的歐盟和澳洲自由貿易協定果然出事了 外電報道,澳洲貿易部長特漢承認 和歐盟的貿易談判被推遲到下個月 歐盟的官員也證實原定在10月12日舉行的第12輪談判 將會被推遲到11月 特漢發表聲明說,理解法國對澳洲的潛艇協定作出的反應 但任何國家最終都必須從國家利益出發 澳洲也是這樣 9月,英、美、澳突然宣布達成防衛協定 導致法國和澳洲乃至歐洲和澳洲之間的關係急轉直下的原因 根據協定,澳洲將會獲得核潛艇技術支援 而和澳洲簽訂定了天價常規潛艇訂單的法國就遭到背棄 老修成路的,澳洲的這項決定引發了澳洲和歐盟最大成員國之一的重大外交爭端 現在看起來已經影響到澳洲和整個歐盟的關係 法國在當時召回了駐美和駐澳洲的大使 並公開指責澳洲官員說謊 說他們不能再信任澳洲政府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就直言澳洲的行為侵蝕了兩國建立的信任 他呼籲徹底審查法國和澳洲的合作 歐盟也站出來為法國撐腰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質疑歐盟是否能與澳洲達成貿易協定 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德國議員蘭格也說 歐盟和澳洲之間出現信任問題 澳洲終止與法國價值九百億澳元協定的決定 在某程度上是對歐洲利益的攻擊 他透露歐盟和澳洲之間關於自貿協定的對話和談判 將會需要更多時間 協定至少不會在明年5月法國大選前簽署 歐盟是澳洲第三大貿易夥伴 2020年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貨物貿易額達到360億歐元 而服務貿易額達到260億歐元 從2018年開始雙方自貿協定進行了十一輪談判 澳洲原本希望在今年年底前達成協議 但是美國時政媒體政客新聞網歐洲版就推測 考慮到法國的憤怒以及法國在歷史上 善於扼殺歐盟貿易議程 歐盟和澳洲之間歷時三年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正面臨崩潰破局的風險 報道強調若沒有法國的支持 歐盟委員會將沒辦法為澳洲農民的牛肉和乳製品提供優惠的市場准入條件 而這正正是歐盟和澳洲之間協議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法國當時相繼召回駐美和駐澳洲兩國大使 但是馬克龍在8天後就向美國復軟 22日拜登和馬克龍通電話磋商之後 法國駐美國大使已經在上月的29日返回華盛頓 至於法國駐澳洲大使何時返回澳洲就仍然沒有確切的時間表 法國外長勒德里昂就透露 法國駐澳洲大使也將返回坎培拉 目前法澳正為此事進行磋商以明確兩國關係的發展方向 我就覺得所謂的明確兩國關係的發展方向有兩重意思 首先就是澳洲和法國還未談得到 到目前為止澳洲總理莫里森還未跟馬克龍直接通過電話 原因就是未談得到 再說白一點就是澳洲給法國的補償還未令法國滿意 其次就是澳洲的國力藥應該受罰 澳洲不是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 也不是法國甚至歐盟的軍事同盟關係 法國或者歐洲不能太得罪美國 當然美國也看到這件事上面是名嚇法國 只要有少許的補償又給個下台街法國 可能是同意歐盟自早聯軍 這一直都是馬克龍很早提出的要求 令法國甚至是馬克龍自己在國際政治中更有份量 這樣就可以談得到 但澳洲就不同了 在法國和歐盟眼中澳洲只是一個小弟弟 你替我眼眉當然要落下你面 還要你痛一下吧 歐盟和澳洲的自貿協定當中最敏感的是 給澳洲的牛肉和魚製品提供優惠進入歐盟市場 本來法國也不願意開放 更何況現在的關係之下法國當然要先截停 面對歐盟的懲罰 在澳洲國內也引起擔憂 英國《衛報》就報導 澳洲在野工黨指責這是總理莫里森的外交失敗 現在只是澳洲急需貿易多元化的時候 將澳洲的出口商和就業置於危險的境地 工黨貿易問題發言人馬德·林金說 歐盟是澳洲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澳洲的出口商需要一個能夠提供新的市場准入 擴大商貿機會和支持澳洲就業的政府 澳洲總理莫里森因為做美國反華先鋒 目前牛肉、紅酒等對華的出口大減 而諷刺的是同一時間美國、加拿大這些澳洲的好兄弟 對華出口牛肉和紅酒就大幅增加 很明顯是搶了澳洲的生意 而另一方面隨著孟晚舟事件告一段落 澳洲的媒體開始憂慮 莫里森對中國的強硬 澳洲是否有足夠的回旋餘地 適尼澳洲先驅神報早前就發表文章說 跟所有的大國一樣美國都在雙面下注 文章指拜登在籌備召開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的時候 也都秘密在策劃另一件事 就是解決中方關注的孟晚舟案 孟晚舟順利返回中國再次表明 美中之間是競爭和合作並存的 文章認為中美之間的轉環餘地足夠大 但是澳洲就可能會被置於對華 沒有牌可打的尷尬局面 文章指出近幾年澳洲關係惡化的過程之中 澳洲以民主原則為由打光所有的子彈 失去了華為5G技術 失去了中國的大量投資 也都失去了維多利亞洲的 一帶一路合作量解備忘錄 澳洲缺乏美國和中國討價還價的關鍵資源 澳洲政府至今都堅持不會對中國提出的要求讓步 這樣令澳洲處於有原則但困難的局面 在美國出席完四方安全對話之後 莫里森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的時候態度放軟 說中澳衝突並非不可避免 大家可以幸福共處 又說到自己很慘地說 兩年都沒辦法跟中國領導人通電話溝通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回應說 中方一貫都認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應該也必須只能夠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礎之上 必須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以及正當發展權益 澳洲方面究竟是真的有誠意來改善和發展對話關係 還是表面說一套背後做一套 甚至是明目張膽地捅到 中方是有自己的判斷的 他又強調當前中澳關係的困難局面 是澳方一手造成的 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澳方也對此心知肚明 當務之急就是澳洲方面正視兩國關係受錯的癥結 認真思考他到底想將中國作為夥伴還是威脅 澳洲方面應該客觀正確地看待中國和中國的發展 切實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則來處理中澳關係 多度有利於增進兩國互信、促進務實合作的事 中方希望澳方糾正一段時間以來 在對華關係上採取的錯誤言行 以實際的行動為兩國關係的恢復和改善創造條件 其實強於美國至少都做了糾正清單上的一項 解決了孟晚舟事件 中方也曾經開了一張14項不滿澳方的清單 如果真心想中澳關係重回正軌 澳洲又怎麼可以沒有一些實際的行動呢?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